是我們偶奔國語班的負責講師 他為人非常的賢俗 端莊 作為人更是孝順 因為他的婆婆生病 那一般要上班的話 很多人都會請那個外勞的人照顧 自己也賣的少人家 可是這位謝講師非常不簡單 他帶著他的三名兒子 還有他的先生 他們平常都有在上班 可是他們全家人輪流的來照顧 或許你覺得非常不簡單 除了工作 除了道場 還要照顧也賣生病的婆婆 非常不簡單 可以說是非常有負責的 那接下來呢 因為謝講師他在道場修辦 有30多年的禁令 他對這個道的尊貴呢 感受特別的深 那我們白水養人術師的時候 有說過一句話 他說天上地下為道獨尊 他說道呢就是無駕之道 那到底道的尊貴在哪裡 我們有請我們的謝講師 來勿為我們深入的來探討 道獨尊貴 有請謝講師 好學 感謝天師的老錢人 錢人大的尊貴 平安師的十杯 給後學學習的一個機會 還有感謝各位錢賢的成全 那首先是要恭喜大家 求有這個深厚的姻緣 來參加今天這一班的法會 那大家能夠齊聚一堂 都是前世有修 他還等來是班規都有講到 還有我們最少都有修三次以上 對不對 我們的周獎是有提到的 所以說我們大家都是同在天師的 也都是得是有修 祖上有德 那而且今天各種的姻緣都聚足了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 來參加這個法會 最重要的是 我們每一個人的一眼珍惜 是不是 那今天這班法會 我們今天有請談 你可以知道我們有請到 祝天賢佛到談 還有剛才兩次次沒有介紹過 我們的祖先 是不是 拿一朵白蓮花歸在佛堂的後面 還有得是個冤心在佛 是不是 都在祈求 所以今天真的是 是三朝普度 那我們可以想想看 有哪一個法會 哪一個教門的法會 能夠怎樣 請到祝天先佛 請到祝天先佛 還有 又可以讓我們的祖先 還有 是願心在佛來平靜而來 所以說 這個就是道德尊貴 是不是 而且我們今天 道德尊貴 讓我們可以盡大笑 我們常說 一子求道 九旋七主 怎樣 敬 不是 一子求道 九旋七主 摘一貨 一子成道 九旋七主 敬超生 所以說 我們可以行大笑 孝敬說的大笑是什麼 立身行道 今天修道就是立身行道 陽明後世 以顯父母 然後 我們今天做這張椅子 是不是不平反 是一張仙儀 對不對 所以要講 這個 我們今天要 為什麼會來參加這關會 就是要來脫離 生死的人回 要離苦得樂 是不是 然後我們的祖先 沒有可以沾光 所以才是恭喜大家 那我們要講道的尊貴 第一個 要知道 道是什麼 在《清靜經》 上面有講到 大道無行 宣諭宣諭 大道無情 運行日月 大道獨民 賞養萬物 無不知其林 強民約道 所以說 道是太大了 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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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邊際 那我們 為了 怎樣 我們為了稱呼它 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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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強用這個圈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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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道 它可以是包天 果地 它可以升天升地 它還有怎樣 日月 所以說 在福西 在 這個大地 都還是一片 滾滾的時候 就有了道 好 那 福西是 一化開天 所以道 所以《易經》講的 《易陰易陽之味道》 好 然後道德經講的 本來我們的道是 我們的大道是一個 無極是一個圓圈 但是 道生一 有了一個 一點 之後呢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這個只是讓大家了解一個說 這個點化 因為有大道 所以有怎樣 有 一點 福西是 一化開天 有了天地 有了陰陽 以後有了天地 然後才有了這個 人生人 然後才有這個萬物 在《易經》的序畫傳上面 也有 紀錄上 有天地 然後有陰陽 有陰陽 然後有萬物 有萬物 然後有男女 有男女 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 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 然後有上下 所以 從《易經》的序畫上 已經明明白白告訴我們 整個道就是 從 無極 太極 靠在 整個這個 象棋 所以說 整個大道是這樣 有了天地 有陰陽 所以有日月 所以才會生萬物 而且又包括什麼 夫婦父子君臣上下 這個就是在什麼 五輪當中 所以又包括我們的人道 所以我們的 好 這就包括我們的人道 所以說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名字 所以我們才用 我們就勉強稱之它為道 這樣都已經知道了 好 再來 所以 天地 萬物 好 還有這個日月 都是 包括我們人在內 都是一道而生存的 好 如果我們 我們可以說跟道是同一體的 跟大道是同一體的 好 那中庸也說 道也者不可蓄離也 可離非道也 就是離開了道 離開了這個天地 我們人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就像魚 它離開了大海 好 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好 那 大道無形 它看不見 摸不著 但是 它升天升地 好 那 它無情 你看 一天過一天 好 我們說 呃 我們說那個 嗯 光陰是不等人的 對不對 我們才 剛說過年 馬上又怎樣 清明節又到了 所以說 日月如說 光陰事件是不等人 所以它無期 好 那 那 所以它沒有 那 我們在從經典上來印證道 就是 升天升地 升人升萬物的萬靈真主祭 我們又尊它為明明上帝 無身老母 這樣各位前天知道嗎 好 道 也就是 明明上帝 也是 無身老母 萬靈的真主祭 這樣各位前天知道嗎 好 那 你看 所以 這個道 就是一萬之 它可以一禮 善萬書 萬書 歸一禮 所以 光老夫只說 無道 一萬之 就是包天 包地 包括我們的人 宇宙萬物 我們眼睛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都有一個明明的真主祭 我們的 那個無身老母 萬靈真主祭 這樣各位前天知道嗎 好 好 那再來 道在天 你看我們的太陽 每天都是日出日落 終而復始 的運行 這個又是怎樣 這個就是道在 這個太陽 在月亮 道在月亮有陰晴圓缺 所以銀河系中所有的星球 星星月亮太陽 它都是依循著道的軌跡在運行的 好 所以 明明之中就是有這個 運行的法則 大自然的法則 所以一年四季 你看春夏秋冬 四季分明 是不是 春天走了 馬上接的是什麼 夏天 對不對 會不會冬天先來 不會 那我們會不會擔心 明年春天會不會再來 不用擔心 因為它是 有它的 道 有 道 在主宰這一切 還有 道在地 大地 所以 承載著一切 包括 山川和海 我們陸地上的 三大洲 五大洋 是不是 我們台灣 我們有台北的101大樓 還有 最高的什麼 杜拜的 是不是 這個 大地在承載的 是不是 所以它是 就是 承載著這個 就是這個大地承載著 所以道得尊貴 是不是 然後呢 嗯 道在 動物身上 我們看到 道在動物身上 狗會叫 是不是 魚 它在水中會游 好 還有鳥會飛 還有螞蟻 螞蟻它吹小 怎樣 五丈俱全 那也是怎樣 那也是道 它也有 它也是怎樣 有一條 也有一個 林 有一條林 所以 道在 植物 村生 下長 秋收 東長 你看 只要我們這個 農作物 該是什麼季節去 種植 它就怎樣 只要 我們按它的時節去種植 各位老胡殺都懂 它 你種什麼 它就生長什麼 對不對 它就照時間給你開花結果 就跟你怎樣 只要我們有去怎樣 我們有去照顧它 有跟它澆水 有陽光 有雨水 還有跟它施肥除草 這些動作OK之後 它就怎樣 自然的生長 不用去煩惱 這個就是道 道帶植物 那 所以這個道就是這麼奧妙 但是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我們接受上天 是給我們 陽光 雨水 是給我們空氣 是給我們這些 食物 我們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 就是我們接受的這麼理所當然 我們有沒有去感恩 我們有沒有一個感恩的心 去讚嘆 去感恩 老母是給我們這一切的恩典的 所以不管你有求道 你沒有求道 你是有黃皮膚 黑皮膚 白皮膚也好 我們都活在道的尊貴當中 那 不管這個太陽你看 它不管好人 壞人 它都怎樣 無私的苦 都會照耀 都會照到 照顧到它的 給它光油 給它溫暖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我們 很少去想到這些 我們人們總是 抱怨天 抱怨地 是不是 缺少了一份感恩的心 好 所以 我們 修了道要了解 凡是我們心存感恩 內心圓滿 我們的外在自然就圓滿 因為心 我們這個靜至隨心轉 好 所以 如果我們能夠天天存著感恩的心 我們天天就快樂 我們天天就是天堂 我們不用到天上 我們現在就是佛了 是不是 我們天天快樂 天天就是天堂 天天就是佛了 然後我們如果能夠 當順盡 我們一帆風順的時候 我們去感恩 感謝老母的恩典 讓我一切都平雲順順 但是 當我有逆境 有困難 有挫折的時候 有苦難的時候 我們同樣抱著感恩的心 感謝老天的安排 給我們了醉 兩頁 給我們成長 給我們磨裂 是不是 所以 再來說 我們現在說 現在的天后 都跟以前不一樣 全球都已經地球暖化了 是不是 冰山快出了溶解 那天氣不是很熱 就是很冷 那科學家已經證明 人類的心念和大自然 有息息相關的密切關係 人的心念會影響整個天地 整個宇宙 還有整個大自然的變化 所以 人的起心動念 老天 他都會感受 不管你是三念 你是二念 他都能夠感應得到 所以我們人的心念 所有的一切的災難 可以都說 我們自己人心所造成的 人心有 貪 撐 吃 就會感造 這個 水 水災 貪念 人類的貪念 就會感造水災 人類的撐念 憤怒不滿 憤怒不滿 的心 就會感造到火災 人類的吃 會感造到風災 還有 人心的不平 他會感造到什麼 人類的人心不平 就會感造地震 這個是科學家 他已經證明出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愛地窮 要救地窮 我們就要從我們人心 開始去改變 從自己去做 再來 剛才講到天理地理 現在道在人 就是我們身為性理 這個自信 佛性 我們的人 頂天立地 會為三才之一 我們憑什麼 會為三才之一 憑著 我們有道 上天老母 賦予我們的 還要有德 所以這個信 我們說我們有道 我們 上天 我們知道我們都是父母 懷胎十月生下來的 對不對 但是 父母只生下我們的 怎樣 生下我們的肉體 還有上天老母賦予我們的 靈性 是不是 所以 一個信 父母生我們的命 才是一個完整的人 才是一個完整的人 這個信呢 就是我們的真人 為什麼說他是真人 因為他是有生 不滅的 就是人說 信在人在 信去人亡 好 信 你一口氣不在了 他離開了 人就怎樣 死了 所以 這個信 是不生不滅 他又怎樣 投胎轉世去了 但是病呢 他是一個假肉體 他是一個假的怎麼樣 百年之後 我們一口氣不來了 這條 這個肉體就會 會爛 是不是 會壞 老先生說的臭皮囊 所以呢 他是假的 他只是 只是 我們 為了要 我們說借假修真 我們今天要修 我們的真靈性 就是要借我們有這個肉體 好 有這個肉體 所以說 嗯 這個 活人和死人的差別 雖然一樣有眼耳鼻舌 一樣有四隻手腳 但是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 老母賦予的這個靈性 那我們又稱之佛性 因為 我們是無身 老母他分靈降式的 遠胎佛子 所以 我們都有佛性 好 那因為 有道有德 這個性呢 這三個就是代表 人的三缸 夫妻 君臣 父子 三缸 這個 這一邊 古話 五常 五常之德 人意 自性 所以 我們有上天 老母賦予的靈性 還有 我們要有怎樣 五德 五常之德 要有德性 才配稱為 三才之敵 天地人 三才之一 就是要 我們的德 要配天地 必須要有三缸五常的德性 所以 你說 老母賦予我們的靈性 就能夠稱佛嗎 他沒有做到三缸五常 狗也有靈性啊 鳥也有靈性啊 是不是 但是要有德性 所以 有道 要有德 這樣會誰知道 所以 我們 每天 這一點靈性 跟我們每天 一起吃飯 一起生活 每天朝朝 每天早上跟我們一起起床 每天晚上我們跟他一起睡覺 我們夜夜報佛名 但是 我們都不認識 我們的靈性 我們的真人 是不是 好 所以 嗯 我們 因為求得到 我們才認識了 我們的 一點的正 靈性 然後 我們 知道我們出生 是從哪裡來 將來 就要從哪裡出去 好 就是在我們的 地方這裡 所以 如果 我們沒有 這個叫做正門 如果我們沒有找到這個正門 我們明知一指點 沒有打開這個正門 我們靈性 將來百年之後 他找不到正門 他就亂竄 會從掩耳鼻舌出去 從掩耳鼻舌出去 從掩耳鼻舌出去 就是到四身 六道輪回去 所以今天 我們求了道 開了天眼 找到了正門 這就是道的正門 好 所以說 還有就是 嗯 嗯 因為 現在的資訊很發達 要從網路上去找 三寶 其實 也很容易 但是 你知道了三寶 你就能夠怎樣 操生了死嗎 我們知道三寶還要怎樣 我們說 不欲名師 莫強猜 我們還要有天命的名師 那要有天命名師的架式 這個天命名師 他是領老母的旨意 然後天命名師 指授我們真傳大道 心理真傳 名師一直點開我們的生死窍 知道我們生從何來 死從何去 打開了這個天眼 讓我們知道 我們要怎樣 這個名師 代理天命名師 就是怎樣 就是打開我們的 生死窍門 告訴你 這個 直指人心 見信成佛的 讓我們一直超生的 好 找到了我們生命的源頭 所以我們今天 求得到 到了真會 我們要感謝 感謝 老主大開普渡 感謝老主師師尊師母 他奉天成運 我們 他來人間 普渡 普渡眾生 然後我們還要感謝 老前人 前人 他大得 飄洋過海 拋家捨夜 到台灣來 求呆 來開產這個道路 好 然後我們還要 感謝 典禪師尼寶師 彈組講師的成全之道 讓我們求得到 知道 真人 自己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真人 好 那我們今天也是 身逢其實 求了這個大道 所以時機很重要 好 嗯 老前人說 早五十年 沒有到好球 晚五十年 怎樣 到一隻肚 我們老前人 他是民國三十六年來台灣 到民國八十四年成道 前後沒有超過五十年 四十八年 所以 嗯 老天 我們老前 他在民國三十六年 來台灣 他民國三十四年 成道回天交職以後 我們的天命名師 就已經怎樣 就已經 回 就是回天交職了 所以 老天的大開普度 他是有時間性 他不是永遠都可以辦的 他不是永久性的 好 沒有天命名師的 在世 誰敢 點到 嗯 嗯 在美國加州 洛杉磯 這個周世伯良 在老前 成道的那一晚 他們正在辦道的時候 剛好有這個 無極公的文書 文書傳譯官 他代理天然老師 好來傳譯子 他的訊文明明白告訴我們說 明燈已來盡北城 眾運落三朝之大事 此期已斷了 所以 明代理明師已經回天交職了 我們不能再辦 如果 我們 再辦 你 杜磊 不管 你兩次已經沒有天命了 那你 杜磊這個人 你 你沒有把人家 玄關打開 天也沒有打開 你 亂了人家的 活源 人家的 怎樣 酒權欺服 他會找你 會願 所以 誰敢擔待 是不是 所以我們 從老前成道之後呢 我們就守道 到現在 我們雖然守道 我們沒有點道的儀式而已 我們的道路都沒有提 我們的研究班都照常運作 那 所以我們是遵師 眾道 我們遵守老前人 他老人家的交代 最末後了 要好好修自己的內德 內德欠缺是不行的 只有外公 只有去度人 只有外公 沒有內德 是不行的 要我們從我們的心性去下功夫 要我們去認理師修 老師說啊 將來成道的條件 他不在道清的多廣 也不在佛堂的多少 也不在廟宇的大小 而是在我們有沒有 真修實驗 有沒有護守願界 有沒有守著我們的願 然後我們要 心性圓融 要不爭不變 要心性圓融的功夫 所以只要我們好好的 我們一個人成 我們則九弦七祖 有人統計 他就有一千多人 所以我們的九弦七祖 我們一人成 九弦七祖 有一千多人就成了 所以我們要不要好好的修 我們關係的九弦七祖 得這個 得這個 上天還是下地的這個 這個關鍵 好 所以 再來 到了尊貴 可以超生了死 今天我們不管是 你是佛教 道教 還是耶穌基督 還是天主教 任何一個宗教 任何一個修行法文 他可以叫你打坐 念心 他可以叫你靈修 他可以叫你去應心禪定 所以你去受洗 受戒了 但是 任何一個修行的法文都好 也許 我們因為 宗教信仰的改變 我們怎樣 喜心革面了 我們 改 改 改掉以前的不好的 改惡向善 但是 這只能 讓你成為一個好人 成為一個善人 沒有一個教門 他可以保證你超生了死 是不是 沒有一個人 敢保證 你超生了死 所以 我們今天 道的尊貴 我們求了這個真理大道 信禮真傳世 老母直接貼命的道 所以 不論 我們求的道 不論你是四農共商 男與老幼 只要在老前 成道歉求的道 表文升天 天榜 卦號 地府抽丁 我們的生死 就怎樣 不在焉 國王那裡的幻想 我們就在三觀大地那裡 已經去卦號了 所以 我們只要好好的往內心去修 好好的賠內德 增長我們的德性 到我們心性圓滿 無天無掛 保證 老師保證我們回天 所以各位姐姐 我們想想看 我們無功無德 憑什麼得此尊貴 至尊之為的大道 除了我們早上說的 我們前世有修 我們主上有德 我們與佛 可能累世都有這個佛緣 好 但是 我們還要 最重要要評 有我們 彌勒祖師 中間內尊 笑得最開心的 好 就是我們的彌勒老祖師 有我們彌勒老祖師的 彌勒大願 所以我們要有 要有老祖師的願力 和發心 我們憑著老祖師的願力和發心 老祖師的願是什麼 我們老祖師 就叫做慈慈 就是慈悲心 慈悲心 他是 從初發心 老祖師的發心 就是不食眾生肉 好 不食眾生肉 好 吃肉是斷大悲種 所以我們今天 為什麼我們天道地子 吃素 很容易接受 是我們老祖師的願力發心 好 來 加慈的 好 好 然後 然後 老祖師的發心 他要趁願下次苦度眾生 於無上道 無上道就是 就是成就了 那我們成就得不退轉 不退轉就是叫我們 斷六道的輪迴 這個都是我們老祖師的願力 跟發心 好 所以 再來 我們 除了 老祖師的願力 洪池大願 還有 我們今天 求道的當下 我們看到的是 就是 也許是前道的典燃師 也許是崑道的典燃師 跟我們壽祭 典圈 但是 事實上 我們的天命名師是 我們是蒙佛壽祭 是我們的老祖師 師尊師母 借著我們典燃師的手 來打開我們的玄關 所以說 打開我們的玄關 打開了這個生死的竅門 指引一條回天之路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到的尊貴 所以到的尊貴 我們蒙佛壽祭 一部直操 佛家講的 西方極樂世界是怎樣 十萬八千里 是不是 但是 我們蒙佛指授 西方雖遠 請賀道 當下就是 當下就是禮天 當下就是天 所以說 子子人心 借信神 稱佛最上盛的 信禮心法 這是我們道的尊貴 再來 我們今天求得到 老祖師師真師母 老祖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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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受洗 受戒了 老師說你不再是我季公老師的弟子了 就勾出天盤了 所以我們今天修道 不要再去歸到其他的宗教 我們要怎樣 我們就是老師師尊師母的弟子 我們修道就要有始有終 如果我們能夠有始有終 當然保證我們回天 得不退法 不再誘導人為 不受人為之苦 我們自然一個能夠離苦得樂 我們的祖先也跟著我們朝生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要我們要真人做主 這邊沒有寫 真人做主 再來我們今天明示一指的尊貴 喚醒我們的真人 是不是 我們本來不知道我們有個真主人 是不是 現在告訴我們 我們有一個真人 我們是原胎婆子 我們要真人做主 老前人說得這一指點叫真道 為什麼叫真道 就是除了我們靈性之外 世界上沒有一個是真的 沒有一個是不會變不會壞的 只有我們的靈性 露水不膩 露火不分 他是不生不滅 他只會去怎樣 他只會再去轉世 換一個身 換一個肉體而已 所以我們除了靈性是真的 世界上沒有一個是真的 不變不壞的 這個三河大樓 我們看到這麼漂亮的美景 有一天他也是會毀壞 101大樓 還有剛才說的那個 杜拜的那個大樓 他有一天會毀壞 你想想看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阿公 我們的祖先留下來的這些古厝 會不會毀壞 所以 什麼都會壞 只有我們的肉 我們包包我們的肉體 也會毀壞 一口氣不在 氣化清風 肉化泥 你就跟大地合而為一了 所以說 這個大樓世界 本來就有沉住壞空 這個 我們眼睛看得到的 一切形形色色 有形有笑的 都有毀壞的一天 這就是人生怎樣 我們說 無常 人生無常 但是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真常 永遠不會變成無性 知道嗎 除了靈性以外 一切都是無常 只有我們的靈性 真人是真常 所以 這個肉體 它只是暫時讓我們使用的 靈性它就是永生無滅 所以 人死的就叫做過生 就是再換一個 再轉世曲再換一個 張家男李家女 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來說 我們今天我們說 得到有四難 人生難得 精盈得 是不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個肉體 中華男生 我們是不是都生在這個中華 真道難逢 我們也逢到了 明是難語 我們也遇到了 所以 這些 我們通通逢到了 不是 三生有幸的人 我們點的是說的 萬性 是不是萬性 我們得之真 我們得之 道真理真天命真的 信理真傳 我們得之真 也要修之真 老師說 徒兒啊 你錢要賺 心也要修 這個心 不是說 我心好 就好了這個心 後學 我們的心真的好了嗎 後學不敢說我心好 因為怎樣 我還有分別心 還有計較心 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分別計較的心 所以 這些的心 都不是好的心 還有 煩惱的心 會不會 患得患失的心 後學要講這個課也是 患得患失的 是不是 所以 這些心 是好心還是壞心 都不是好的心 都不是正向 不是我們的正念的心 所以說 這些都是要 會讓我們 痛苦的心 都是不正的心 所以我們要去除這個不正的心 要回歸到這個地方 圓陀陀光碩碩的錯 你看 我們原本的心 是這樣子 潔白無懶的 但是 我們的誠懷心 我們的禁定心 我們的什麼心 是不是把它污惱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今天修道 本來老實說 道不用修 但莫污惱 就是因為我們都去 懶琢了 污惱 所以 我們就是要回到這個 喜怒哀樂 之未發的心 我們很高興 很歡喜 就是有喜 我們很生氣 就有一點 所以我們很多心 我們現在要回復到 喜怒哀樂 之未發的那個心位之中 發而皆重結 未之合 我們 是有 脾氣 是有 喜怒哀樂 但是我們要 合理的 發而皆重結 要合與理的 合與理的 所以說 我們今天 老實說 求了這個 得意志點 就是 找到自己的天命 自己知道自己有一個 主展 一個真人 所以 我們有主權 有什麼主權 上天堂 下地獄的主權 所以求道 不是老天給我們什麼東西 不是得到什麼東西 而是 在指點我們 道在自身 有一個自身佛 我們要自信佛 好好的做人做事 並用自信佛去當家做主 所以 明師一指是怎樣 喚醒真主 要真人做主 良心良人做主 那老天人也說 他說 嗯 我們 修道 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善苦一念 照顧我們每一個當下的起心動念 要我們的性 我們的性 要照顧好我們的心 還要管好我們的身 我們的身要行政大 要心政 身政 嚴政 行政 要市政 好 所以我們的管好 我們知道要真人做主 所以 我們要真是主人做 當家做主 管好我們的心 管好我們的身 好 然後 可以達到 我們的心很容易就喜歡 我們大家都是喜歡自由的 我們的心也是喜歡隨心所欲 對不對 大家都喜歡隨心所欲 但是隨心所欲 後面再加三個字 不欲舉 吳老夫只是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欲舉 所以我們可以隨心所欲 但是要合於你的 不要離開我們的 我們的 隨心自行 所以要不欲 隨心所欲 還要 就是規矩 沒有規矩不可成方圓 所以要有規矩 要有我們班有班規 是不是家有家規 或有國法 是不是 我們要合於理的 理者理也 就是我們要這樣 公 誠於中 行於外 我們內心有道 你行出來了 行為 就要合乎道 合乎理 好 所以 就是不欲舉 就是說在我們的 這個 方寸之間 不離開我們方寸之間 然後老先生說 修道只做一件事 就是善乎理念 現在我們修道 老先生說吃好穿好 夏天還有冷氣吹 修道有什麼 有什麼難 難在什麼 老先生說 難在 貪稱 未處 那貪稱未處 就是怎樣 就是吃啊 就是與吃人 好 那各位前前相不相信 我們有餐禮 剛才的不足 不足歌 是不是 好 我們常常 貪就是貪 不管是財務也好 好 還是貪背 哇 哪裡有好吃 是不是 好 就去吃 好 哪一家 非哪一家不吃 好 就是貪 貪吃 還有我們會貪享受 哇 今天好冷喔 不要出去 不要去 今天好熱喔 不要去了 指名公司有冷氣 所以我們都會貪享受 是不是 好 我們都好意不勞 是不是 還有 沒有貪便宜 是不是 所以 我們種種的 這個 我們去 不安 我們有沒有貪念 那我們有沒有撐念 人家罵我了 我就生氣了 是不是 人家說我不好 我就不高興 這個是不是撐 這是撐 所以 如果不撐自己的意 我就發脾氣了 就是撐 如果 凡事碰到事情 沒有白醒自己 都說別人錯 都怪別人 這個也是撐 那貪撐 為福 就是愚痴人 這是老千人說的 因為忘記自己 本來的佛性是 潔白污染 源頭頭光錯錯 我們必須要跟他污染 我們這些心 一直生出來 煩惱的心 牽掛的心 我們一直生出 這一些的煩惱無明 所以 我們 被這個貪撐吃 被這些生氣 憂愁煩惱 蒙蔽了我們原本的自信 原本光明的自信 所以這些自信 我們說貪撐吃就是 地獄三條根 如果我們有 還有這些種種的心的話 那可能地獄有我們一份 因為我們沒有從心性下功夫 去把這些 去得除去拔除 所以說 我們 要得之真 要修之真 好好的去觀照自己的習性 自己的脾氣毛病 觀察我們的習性動力 所以 所以修道我們要修心 就是修改我們的脾氣毛病 老師說 道不用揪淡莫污染 我們的探證是 我們的心物 我們的生物 酒色彩氣 這些都要去除 所以老師說 老師慈悲說 修道要反觀 不要不要脾氣一樣發 事非一樣講 傲慢心一樣伸展 好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的脾氣毛病 我們不曉得 造下了多少的 罪過錯 所以我們才會 倫為轉世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 真人做主 要修道修行 要反觀 製造自己的心 看自己的錯 六祖老人家說 常一字見幾過 不見他人非 可是我們眼睛看出去的 都是別人的錯 都我沒有錯 所以人家說 聖人怎樣 過多 都是我的錯 都是我不好 凡人怎樣 過少 我都沒有錯 那我們要成就的是聖人 我們不要再做凡人 所以 我們要去查我們的心 我們要去改我們自己的錯 我們都要 我們都想要做好人 還是要做壞人 都想做好人 好 那做好人 就要 再前一步就是要 做君子 還是要做小人 我們要走 走向走向 做成為一位正人君子 那 同老父子就說啊 君子是求 諸己 小人是怎樣 都是要求別人 要求我的意 但是君子是求自己 如果我跟人家不愉快 也許 我錯比較少 他錯比較多 他錯七八分 我錯比較少 我錯一兩分 但是 我有六錯 我就看我自己那一兩分的錯 我不管他的錯多少 我只看自己的錯 這樣子就是這樣 查自己的心 反觀自造 自覺自行 就是真人做主 這樣都以前知道嗎 好 所以我們就看自己的錯 如果說 我馬上就頂回去 又沒有當下 那怎樣 就沒有在性上用功夫了 但是如果我反觀 只看自己的錯 是是是是 好 我會下次再感激 或是我自己認錯 我們也許沒有真的 去跟對方認錯 但是我自己的內心 要已經自省自覺了 就不會再跟對方再爭執了 這個就是 在這裡用功 好 這就是怎樣 這個時候 你 不爭不變的那個 就是 道就在你身上 所以我們老前人說 要沒有那個人的壞 好 也許我常常被人家欺負 老前人說 要是沒有那個人的壞 怎麼能顯出你的好 好 所以說 嗯 天堂地獄 就在一念之間 你恨他 你討厭他 你的心就是地獄 就是苦海 好 所以我心中有怨 有恨 苦不苦啊 苦不苦啊 對 那就不用上天堂 你當下就是 不用下地獄了 當下就是苦海 好 所以我們要 認真理而修 所以修道是 自信自度 佛不能度 我們要自己度 自己的內心的 重念重生 度自己內心的重生 我們的 嫉妒心 不善的心 會傲慢的心 我們有惡毒 稱恨的心 這些都是不善的心 所以 我們修道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放下 老師說 放下一切自我的執著 回復到本來純淨的天心佛性 好 就是借獎修正 我們自己的惠祕 我們自己人生的道路 要自己去組長 好 上天堂下地獄 我們自己有主權 所以我們真能做的就是 常常 射心 回到生命的源頭 混養 去盡心 好 所以我們要養到 沒體氣 養到順利 都怎樣 不執著 好 養到我們時時法喜充滿 好 養到我們 道氣 好 還有充滿了道氣 充滿了人量 好 所以這就是道的尊貴 好 然後 所以我們到 有非常殊勝的三寶心法 無論我們走到天安海角 隨時隨地都可以來用 是非常好用的隨身寶 很實用 隨時都可以讓我們 收住我們的身心 是不是 好 不是來佛堂才用 不是有緊急 危難的時候才用 我們時時刻刻二六十說 我們都要 頻率跟老母 怎樣 那個頻率要接通 是不是 我們看電視 看 我們那個頻道啊 送醫的頻道 頻率如果沒有對到的話 聽得到 收得到那個音嗎 收不到 所以我們時時刻刻的頻率要跟 我們老母的頻率要通 好 所以我們時時刻刻就是在做這一件事情 往心性去向功夫 專注 那如果沒有求到的情形 當然你就是可以唸佛號 我們眼光鼻心啊 唸佛號 唸彌勒祖師的佛號 因為彌勒佛應變 我們唸彌勒祖師的佛號 跟彌勒老祖師結這個語言 我們就是怎樣 嗯 老天自由安排啊 老天自由安排 所以最後 或許跟 各位請前 最後就是 到 免疫的 就是 南極老星說的 明是一支點 點的是怎樣 皮毛 下的才是功夫 所以我們要善 好好的善護我們這一念 常觀照我們的內心 查自己的起心動念 自審自覺 所以當有行不得 行有不得 要善求諸己 就是看自己的錯 當別人指證我的錯 我也能夠有感接受 接受別人的見 然後感過 所以 就算我們沒有錯 我們也不爭不便 做到心性聯絡 這個時候道就在你身上 好 所以 跟各位前賢共演的一句話 就是我們 好好的修 不求聖人之位 我們都說要成先做佛 但是我們是 不求聖人之位 但求有聖人之德 要有聖人的德性 對 後學就是 這兩句話 跟各位前賢免疫 好 那如果 因為後學才出學前 好 如果有說 不圓滿的地方 好 後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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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前賢 好 那今天 後學就學想到這邊 謝謝各位前賢 一 謝謝 謝謝 谢谢 谢谢讲师 辛苦了 各位青年肃子会不会很饿 火炎的肃子或许会很饿 可是 或许把这一节课的重点 再跟各位青年肃子整理报告一下 那 或许记得老前任 一直讲一句话 所以我们得了这个道 所谓的不利文字 怎么样 教外别传 不利文字 教外别传 那谢讲师也一直有跟我们提到 我们一直要做到一个重点 就是要真人静坐 真人做主 要真人做主 道才能够造成自身之道 那真人做主 叫做做主 很简单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并不是先活不上 我们目前在这个人的这个位置当中 三肝五常 五轮八得 给他做好就好 知道吗 那所谓的五轮八得 五轮哪五轮知道吗 君臣 有益 那父子 有亲 那夫妇呢 有缘 那长幼 有缘 那朋友呢 有亲 只要把这个重点 拿捏好 天下会害 那我们心也会很平静 对不对 那八得消滴 消滴中心离连始 对不对 把它做好来 一一做好来 不要 不要踩着一楼 想着三楼 知道吗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好 那 主持人师 一早上也有跟我们提到 我们得了这个大道 简不简单 不简单 不简单 能生难得 能生难得 对不对 名师难以 真道 难活 那我们 有没有遇到 都有 有吗 我们今天有遇到 成功求道 对不对 那 要不要珍惜 要 那要不要努力修 要 好 ok 那 再来的话呢 因为 他最后讲到 其实 一切的 一切的行为 一切的言语 都要合乎一个什么 欸 对了 我们把这个 理智做好来 我们对人家 客客气气 人家会做什么 怎样 客客气气 这一定合 那我们 以成对人家 人家做怎么样 以成相待 知道吗 所以这个重点 就要拿来 也好 那不要随随便便 印了一句话 哎呦 哎呦 或许印了一句话 那有人会说 诚名言 你那天讲什么 各位我忘记了 那有没有心跳 就没有心跳 知道吗 所以就是这个 理 就要做好了 好 那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讲师 因为这个 这个题目不好讲 真的 真的很辛苦 好 那各位前年更辛苦 坐在台下 真的更辛苦 那肚子也饿了 好 那后期就不 就是站到 各位前年时间 那现香是我们自己的 好 那原则上的话 最后的